哈嘍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好明杰 剛剛看到奧士丁事實上 也公開捍衛盟友 對這一次中國對台的軍演 絕對只有負面的效應 那當然激起 這一個美日 台灣周邊國家更加的力挺 台灣之外 當然軍事的動作也會開始展開 我們說這個五月二十三二十四號 這個中共雖然發動聯合力屆二零二十四 那不過軍演時間只有兩天 你看接下來 這一個美軍結合 這一個整個亞太地區的盟友的軍演 其實要長達兩個月 其實才開始進行 中間包含六月七號勇敢之盾的軍演 要這個十四到六月二十一號 那緊接著環太平洋軍演 那這一次首度擴大到二十九個國家 要這個參加 那時間長達大概一個多月 那大概八月多才會結束 另外其實同時間 臺灣的南面菲律賓 美菲的監兵艦軍演 雖然結束 不過第二階段陸軍的監盾 二零二四第二階段也才要展開 那包含臺灣自己七月份 也有漢光四十號的士兵演習 所以接下來 這一個整個民主亞太的這些盟邦 才要共同來用這個軍事聯合演習 來抵制中國這些步步入侵的動作 那我們先談 回到這一次中國對臺軍演 我們發現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你看這一次我們談到說 他很多的舉動都虛大於十 重於內部的宣傳 效果遠大於對臺的恫嚇 你看很多釋出的畫面 其實還包含說從空中 譬如說他這個遠距 那用這個借警的方式 那在這一個共機的座艙裡面貼上五星旗 然後背後說這個是跟臺灣的中央山脈合影 用這樣的方式來表示說 他已經可以對臺進行這一個整個包圍 那這樣的其實都是 其實跟這個借警打卡 沒有什麼兩樣 這些共機共艦 其實也跟遊覽車沒什麼兩樣 坐遊覽車 改稱坐飛機跟軍艦到臺灣附近來拍照 如此而已 那反過頭我們剛剛講到說 臺灣視錯畫面是F16V 用這個Sniper這個狙擊手AQ33 這一型的這個先進的夾艙 那去用紅外線來標定 這一個共機 這樣的動作 讓中國的網友形容說 原來這一次不是中國對臺軍演 反而軍演的其實是臺灣 反而是臺灣才真的有軍演的效果 那接下來當然 這個美國跟日本 這個菲律賓還有亞太各國會陸續展開 包含剛剛講勇敢之盾 二零二四軍演 勇敢之盾的軍演 今年也是創首例 因為非常特別 這項訊息反而是日本的防衛省主動公佈 那這一項這一個勇敢之盾軍演過期 本來是美軍在亞太地區 非常少見 他是一個獨自 美軍自己在關島地區的海空軍演 那本來都沒有跟其他國家參與跟合作 今年是首度日本加入這場軍演 也就換句話說勇敢之盾 未來會變成美日雙邊的聯合軍演 那這個勇敢之盾的軍演過去 我去看過幾次 每次要軍演的時候 其實關島不大 那他的能夠住宿的地方很有限 每次這一個要軍演的時候 這關島的五星級飯店 全部被美軍包下來 美軍其實他的時速非常好 官兵去演習是住五星級飯店 那未來他這一次準備要借用 日本包含像青森還有宮崎這些地方的基地之外 他的演習範圍非常大 北到北海道 那東到關島之外 其實還有很特殊 他要在這個瀏瀑島進行跑道 基地跑道的這個搶修 日本智慧隊也會進行美日聯合的這一個動作 那南往南走 基本上他還到這個新南豬島中間 燕美大島要進行聯合反艦的超演 這部分當然就是瞄準中國的船艦 那更難甚至除了關島之外 他還要遠到帛琉這個地方 那等於說整個演習區 是涉及整個西太平洋 甚至第一島鏈 那這個部分值得關注的是說 現在初步變成美日的雙邊聯合軍演 未來有沒有可能明年開始 連南海也加入 變成三邊聯合軍演 最後甚至併入美飛的兼併兼聯合軍演 那把菲律賓也加進來 那台灣有沒有可能也加入 他會形成一個 整個第一島鏈的聯合防衛軍演 那所以勇敢之盾 這個名字就非常適合 等於在第一島鏈打造出 這一個一句勇敢之盾 來對抗中國的這個入侵 那第二個環泰平洋軍演的部分 今年也會創效最大規模 那有二十九個國家參加 確實是二十九屆以來 歷來之最二點五萬名的兵力 也要參與 那動員一百五十架軍機 四十艘的軍艦 那這一個演習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說過去 當然台灣也非常多次希望能夠參加 那現在這一次 今年可能沒有這個機會 其實背後有個重要背景 過去我也問過軍方 軍方基本上來講說 不是美國反對 基本上是可能參加國家 有其他國家顧忌中國的態度 所以不願意讓台灣加入 不過我覺得這個部分 台灣也不用失望 因為你看到整個參加亞太 聯合佩克環太軍演的這些國家過去 比如說菲律賓 越南這些等等 過去是基於這個北京的壓力 現在連菲律賓都開始 反中的情況之下 未來參加國家 對中國越來越感冒 其實支持台灣加入的 可能性也會越來越高 那特別是這一項聯合軍演算 譬如說海上的聯合防空 聯合反潛 甚至最近 其實過去本來是以反恐為主 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後 不過這幾年來 第一個他把中國排序在外面 第二個他演練非常多的 反艦飛彈的射擊 包含將把日本要兩次飛彈 都拖到下位去打 實際進行這個所謂的集成演習 那其實他背後 他演習並不如外界想像的這麼緊張 其實他主要還是一個外交 軍事的一個活動 因為晚上大部分都會有很多的參會 那各國的將領在這裡 互訪也有甚至有很多的球賽 那很多的這個體育競賽 其實外交的結合 才是他背後真正的重點 所以臺灣如果要在防衛上強化 其實我認為現階段 第一個美台聯合 海上聯合軍演 其實已經在做 這個部分其實是最有助於臺灣 未來最多 可能把日本南韓 或者甚至菲律賓 如果也可以採取多邊的方式來進行 當然也有助於整個臺海的防衛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最近南海 菲律賓現在傳出說 在這個離臺灣不過一百五十公里 其實他不是巴丹島 巴丹島附近有一個小島叫做一巴雅特島 那建立了一個海巡哨點 那說這個哨點非常的重要 這個位置 那不只是說像這次 美飛聯合兼兵兼軍演 都在兵力在這裡匯集 他海面下水下 有非常多亞太的光纖網路 都通過這裡 中國的海雕船 這個海鹽船 不斷的在這裡出沒 也擔心這些光纖網路受到傷害 所以也派兵在這裡 全面的監控 那等於整個美國 在這穩定臺海的情勢 我們從這次拜登在西點 軍校的主動談話 就可以看到 絕對是越來越重視 而且我們強調說 看到他這次的說法 用詞潛制 比過去要來的強烈 那以拜登外交官出身 會講這麼白的話 譬如說動用武力 譬如說這一個 只要有人鎖定美軍 這一類的話語表示 他已經被中國給激怒 特別是過去拜習會 他以為可以透過外交高峰會來說服北京 不要對外挑釁 但看起來 中國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所以當然也激怒拜登 那同時 如果今天拜登的態度 都轉為更加的強硬 其實可以預期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 拜登強硬 川普一定比他更硬 那換句話說 不管未來誰當選 可以預料 那未來美國對中的政策 只會更加的 對中國來講 只會有更大的壓力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老師剛剛看到的是 今天一早日韓中的三方高峰會 岸田文雄還是捍衛台海和平穩定 是的 而中日韓的三國峰會 它應該是亞洲的一場外交的大戲 可是今年這場戲演得很難看 它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三個雙邊會議 就是中日中韓 然後日韓高峰會先舉辦 舉辦的時候 岸田剛剛我們看到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馬上就跟中國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馬上就提出來了 最近在台海 中國的大規模的演習 日本關注 而且日本關注的是台海的和平穩定 李強當然也馬上講 所謂的這個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 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台灣問題在中日之間是走過場而已 真正的問題 日本是這麼要求的 中國在日本周邊的這種軍事活動 表示嚴重關切 而且這個要求中國 馬上撤除在釣魚台周遭的海警 這騷擾 還有那個浮筒 浮標浮筒 圈海 好 那你現在看起來 就中日兩國或是中韓兩國 已經不是同床異夢了 而是爭鋒相對 就在這個三國峰會之前 外交先吵架 這個中國的駐韓國的大使館 公開發文 說抗議 這個韓國的這個國民力量黨 他們執政黨 國會議員 趙慶泰等人 出席我們賴清德總統的 520的這個就職演說 反對譴責嚴正抗議 然後中國的駐日本使館 就是說針對所謂的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認為這個說法 這個危險荒謬是跳火坑 然後就語帶恐嚇 所以日本的這個官房 內閣的官房的長官林芳正 還有對這個中國的駐日本大使 嚴正抗議 奇怪了 其實日本是我們520駐客團 最大代表團 奇怪了 中國的這個使館 怎麼這個一個字都不說了 這是外交 還有軍事 當然這個5月26號 三國峰會的同一天 中國一樣出動四艘海警船 去騷擾這個釣魚台 裡面還有一艘海警船 裡面被發現好像有機關槍 然後呢 日本宣布 在這個剛剛說了 在這個靖岡線 舉行所謂的富士綜合火力演習 而且是日本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這個實彈射擊 針對的是西南諸島 你一聽西南諸島 那就是針對你中國在軍事演習嘛 中國也不示弱 5月26號當天 中國宣布一路到6月2號 中國在渤海 在黃海 要有這個軍事活動 發出限航通知 什麼叫限航通知 那就應該是要有實彈演習喔 我們5月23號 中國對台灣的軍演 還沒有限航通知 在那邊發了限航通知 所以你就會看不懂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你們不是現在正在三國峰會嗎 正在彈劾嗎 那中國怎麼會對他的周邊國家 這種所謂的無差別軍事霸凌 那你這樣進行無差別的軍事霸凌的話 中國你怎麼能夠跟韓國 怎麼能夠跟日本真正的友好 不可能的嘛 所以這個三國峰會 所以說大家看起來恐怕 就是看什麼經濟啦 產業合作啦 什麼人員交流 這些可能會有實質的意義 為什麼讓雙方的脫鉤慢一點而已啦 難道還會有什麼真的合作嗎 產業鏈的合作等等嘛 所以世界各國的這種 各方的這種評論 都不看好這次的 中日韓的三國峰會 韓國的專家自己就說了 中日韓 日本跟韓國 跟中國的政治立場 還有安全問題上的立場 分歧太大 日本韓國關切什麼 中國跟俄國合作 北韓去核化 還有北韓亂丟飛彈 對不對 再加上這個領土 這個領海的這個爭議 這些問題幾乎 日本跟韓國 跟中國不會有一致的 反而日本跟韓國 跟美國的立場是一致的 所以顯然的 日本跟韓國會站在美國這一邊嘛 在安全的問題上面 在軍事的問題上面 好 那要怎麼看呢 我覺得是 如果要看中日韓三國峰會的話 其實要拉回十年看 雖然他們是五年來 五年前有舉行一次 可是你跟十年前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一個很大的變化 十年前2014年 那個時候呢 日本跟韓國 因為二戰那個勞工的問題嘛 然後呢 不是發生日韓貿易戰 那個時候日本呢 其實是有中 反韓 對不對 結果今天的日本的外交策略呢 是有韓反中 相反韓國也一樣 剛好也一樣 十年前韓國也是 這個有中反日 後來韓國換了總統嘛 現在也是有日反中 然後呢 後面都是背靠美國 日本韓國後面都背靠美國嘛 按中共的話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美日韓勾連 以美抗中 對不對 以武抗中 所以說呢 大致上 大概這一次的中日韓的峰會 各方都不看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昆宇剛看到中飛在南海的衝突也在升高 對 那麼這件事情呢 其實好幾次好幾件事情連在一起的 第一個 這個小馬可是非常不爽這件事 因為中國在5月15號 他通過一項法令 那麼允許中國的海警船能夠在所有的經濟海域 那麼他們的主張的權力範圍內 那麼中國海警可以拘捕任何的外國人 可以拘捕60天 那麼他說這是根據國際法啦 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 可是這個意味就是說 那麼以後菲律賓 那他的漁民 在往黃岩島 或者往仁愛礁的時候 他們這些人是有可能被中國海警拘捕的 那拘捕就可能會產生衝突 那衝突可能會造成傷亡 那傷亡可能就會觸發了所謂的美飛的 把這個防禦條約 使得情勢快速的升高 而且緊急的升高 那麼這些事情其實是非常 這是中國人的 那個中國的一貫說法對不對 狹路相逢有者是 等一下我就跟你比狠 那個跟富君奇一樣 沒有 川普比較狠 對 沒關係 富君奇那個叫耍流氓 小流氓 那台灣還有檢驗機制 那川普這個事實上 北京難道要轟華盛頓嗎 所以對付小流氓最好的辦法就是大流氓 那麼 小代表和大流氓小流氓還不一樣 對 然後 對 你只有武士刀 我這邊有RPG 然後你大家就來 然後這件事情 造成南海的情勢升高 那麼南海情勢升高 其實是預期中的 也就是說 我們之前就講過 美國跟中國 對立情勢 如此的這樣子發展下去 那最好的辦法是找一個沒什麼人的地方 打一仗 大家較量一次 就是這樣子反而是可控的衝突 那麼以後大家都誰都別唬亂 你的船到底能不耐打 我的飛機能不耐打 你的航母到底有沒有用 好 大家以後都不要囉嗦了 打完以後大家都知道了 好 那麼這個其實是老美的思維 老中其實有一些人也是這樣想 但是老中現在不敢打 為什麼 因為中國海軍沒有打過海戰 他們一直在亮劍亮劍 可是一看到水 那個劍就縮起來了 好 這個這件事情是 是大家都在猶豫的事情 但是現在南海的衝突使得這樣的事情是有機會的 第二個 如果是我們這個衝突 美中的之間的衝突是在台海打 那事情就大條了 好 因為台海的人 我一直在講說 台灣的 這個美國要保衛台灣 不是因為他愛台灣 他沒有要愛台灣 美國人會為了他的核心利益作戰 好 比如說他 整個的商業主體都在歐洲的時候 他就會兩次為歐洲出兵 當他的商業主體 跟他的工業的資源 都在台灣的時候 對不起 他要保衛他的核心利益 他要來保衛台灣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那海洋是美國的整個的生命線 美國是一個側頭側尾的海權國家 那麼在這個海權國家裡面 那台灣又是這個第一島鏈的核心地區 我們的地位是 軍事地理上面所決定的 只要美中是衝突的狀況下面 那台灣就一定是成為戰場 不是什麼台灣要跟誰妥協 我們不要跟誰怎樣怎樣這樣 台灣沒有什麼自己的選擇空間 他一共台灣一共只有三個選擇 第一個靠中國 那就是被美軍轟炸 第二個靠美國 那可能就會被老共轟炸 第三個誰都不靠 對不對 我們採取中立立場 然後那個領導人可能就會被幹掉 哪一方幹掉不知道 那這個是現實所決定的 所以我們台灣最好要現實一點 而且川普現在跟拜登這個話 當然是聽一聽就好 很爽 但是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是兩台卡車在高速公路上面競速 你標170 老子都標180 我管他後面那個會不會掉鏈 不管 但是我就要超過你 現在大家就已經變成這種狀況 那麼核武這個戰爭 我必須非常坦白講 核武戰爭跟一般的戰爭 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個繞話可以 那個真的認真做起來 那是有問題的 舉例來講 這個叫什麼 川普的說法很典型的 回到1950年代 60年代 那個叫My Spirit Relation 大舉報復 相互保證毀滅 我就攻擊你的城市 這是最初始的核子戰率 最原始的核子武器 被設計出來的目的 那麼就是這樣子恐嚇 你不要打 我不要打 你也有 我也有 所以我們大家就不要 都不要打 因為打核戰就沒有人會活著 那麼經過了幾十年的 這個冷戰發展以後 美國縣武條約之後 美國大概現在有1600枚 那現役核彈 俄俄國 俄羅斯 也有1600枚 大家保持一個平衡 但是美國的庫存可能比 那個俄羅斯多一點 可能有6000多枚 那麼俄羅斯也有5-6000枚的庫存 中國現在有多少呢 據說是400多到500多 但是這個事情是 不是中國公開的 是美国根据它的核子武器 发射器的数量来估算的 有多少个发射轿 多少艘核潜艇 这些来估算 这些估算 所以中国没有什么核武大国 虽然它一样有毁灭能力 但是跟美国比 美国的核弹可以把中国炸三遍 中国的核弹没有办法 它只能炸一遍 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中国现在还非常强调 积极去发展战略核潜艇 就是带着这个核子武器的 核子飞弹的核潜艇 那为什么要发展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核子武器的核潜艇 它藏在水下 那不容易找到 所以它叫什么 它叫第二级的能力 我路面地面全部都被打光了 但是我水下的 就算你突击我 我地面所有东西打光了 空中也被你打掉了 那我水下了这个核潜艇 还是可以把你所有的城市都毁灭 就叫Second Strike 那这个东西放在哪里 就放在海南 那最近刚才 那个刚才大家讲的 那个就是三亚的基地 在三亚附近 它有一个榆林港 那个其实比较确实的说法 应该是这个核潜艇基地 应该叫做亚龙湾 那么这个地方是大概以前 网友的空照图 均有的 那么最近还被拍到一个东西 那这个大家可能看了 仔细看这边 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潜艇的图像 有没有 那是水下 那前面那个是什么 那个前方就是洞口 它就藏在一个山洞下面 这个其实在台湾 要潜见国照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讨论过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东部海岸 形建类似这种洞窟式基地 那洞窟式基地 建起来很麻烦 但是保护性很好 为什么呢 大概的格式是这样 这也是网友化的 它进去的地方是在水下 所以你的飞弹什么东西 你打不进来 你的上面的山体只要够高 你什么砖地弹什么弹 你可能就穿不过那个山体 尤其那个山体 假如岩石垢硬是花岗岩的话 但是我里面呢 就是我整个的潜艇的 那所有的维修补给 通通都在这个洞窟式基地里面 那么现在老共在那边修足了 而且大幅修足了 是12什么 要藏12条核潜艇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么所以川普这些 这些讲的核子放话呢 大家听一听 但是中国也有准备 不过呢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 曾经两岸的军事的冲突的时候 除了传统的战争战术什么 不对称战术战略以外 其实大家都会讲到一个最后的 假设老共发疯了 发狂了 他真的要丢核弹 或是把台湾 整个炸烂 你要怎么办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就讨论过 台湾其实最后需要的是美国的核保护伞 美国只差这一步 没有把美国的核保护伞 明确的延伸到台湾来 那么延伸 明确的延伸到台湾来 那个其实是使得中共最后 即使你有核子武器 你也要面对更大的伤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好那董老师 各界高度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 川普现在来势汹汹 不过川普来势汹汹的同时 华盛顿牛报今天报导的 川普在募款餐会上面直接说 中国只要侵犯台湾 他就会轰炸北京 这个绝对是这个爆炸性的发言 就是说川普是在竞选场合 这么讲的 我再讲一遍 重述一遍他是怎么讲的 他说如果他在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 他会轰炸莫斯科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他会轰炸北京 现在事情大调了 第一个我们之前讲过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对不对 在川普的这个鼓动下 制裁或是惩罚中国 成为竞选的主轴嘛 而且那个游戏规则 都是川普先喊 川普喊完拜登跟 跟完了以后川普再喊 所以说都是那种关税啦 对不对 经贸啦 钱的问题 可是这一次不是关税 经贸的问题 这一次是更敏感的军事 跟战争的问题 那中国是核武大国啊 那你川普这样海湾 你叫拜登怎么跟 而且川普喊得很直接 拜登的说法是 中国如果侵犯台湾 他会保卫盟国 一般会解读说 美国可能会保卫台湾而出兵 但是川普的说法是 老子直接轰北京了 意思是说习近平你轰台北 那好我的飞弹轰北京 川普是大白话说 他要轰北京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拜登讲的话多没有力道 好现在重点 现在重点是这样子 不管川普说的是真的或假的 目前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2024年 美国的总统大选 今天是5月30号 大选的议题已经在讨论 要不要轰炸北京 这才是重点嘛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 拜登的习惯 都是这样 他先叫价 然后拜登的 川普对不起 川普他先叫价 然后川普的幕僚群 就在后面 跟着赶快去帮他找方案 举例来说 川普先喊的 要增百分之百的关税 对全世界的商品 百分之四十的关税 他的幕僚群 赶快去帮他研究美国法律 看看有没有这个解决方案 然后川普两次 被问到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不回答 他的幕僚群赶快写了一本书 说哎呀台湾是最重要的 台湾是美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 这次你要叫川普的幕僚群 怎么圆啊 怎么去找出解决方案 轰炸北京啊 没有啊 我觉得这个话大家都理解啊 就是你轰台湾我轰北京啊 哪那么单纯啊 我都可以帮他简化标题 标题就是你轰台湾我轰北京 举例标题可以这样子 可是方案可不能这样写啊 蓬佩奥说 蓬佩奥说也是川普的前国务卿嘛 说美国过去对台湾采取战略模糊 只会助长这个中国这个入侵台湾的野心嘛 所以说美国要采取战略清晰 什么叫战略清晰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叫战略清晰 川普今天讲的话可不是战略清晰 那个叫战略疯狂 好所以呢 这个习近平是流氓 他现在碰到一个疯子 川普是疯子 狭路相逢勇者 那习近平就要考虑 如果北京被轰 他撤退到哪里 可以平安过日 好所以呢 第一个我先讲 普丁听完这段话 普丁绝对不担心 为什么两个原因 第一个 这个俄国早就入侵 这个乌克兰了嘛 你轰炸的时机已经过了 那第二个呢 川普自己说的 他上任24小时 他要停止战争要谈判嘛 所以呢 普丁知道川普是要跟他谈判的 普丁一个礼拜前公开的说 说我们现在就地停火 可以进入谈判 其实普丁是在回应 川普的 所以普丁不担心 北京不一样 那我估啦 北京第一个会假装没听见 有国际记者问的话呢 北京的反应一定是不评论选举语言 他一定是这样反应的 可是这个要打仗 要打核战争 中国那个那个著名的这个学者 李毅 刚好有一段评估 评估中美大战 可以来补充川普说的话 李毅前两天 他公开的说标题 如果中共20天公布下台湾 中共就会崩溃 哇你一看这个标题 你就会吓一跳 这个标题到底是在恐吓台湾 还是恐吓习近平 因为中国攻台 如果20天公布下来 中共就会崩溃 两个潜台词 第一个 中国的内部对你习近平 已经很不满了 只给你20天 第二个 中国的解放军不耐打 撑不了20天 然后你看李毅 他是怎么分析的 他说 如果美国 中国要跟美国要小打 中国损失的人 大概是15万人到30万人 就小打 15万到30万 美国如果要中打 那么呢 大概大陆的伤亡 7500万到1亿 如果要大打 打核战争 那么就跟毛泽东说的一样 14亿人死一半 可是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段话的意思 我一看 我就知道 李毅说的是说 中国 连小打都撑不住 20天嘛 因为我们按照那个战损 你就可以去计算 如果小打 中国要损失的军人 还不是平民 要15万到30万人 那至少要打三个月到一年吧 对不对 你看俄乌战争的那个战损 那如果要中打 不用核战争 中国的这个损失 7500万到1亿人 那至少要打一年到两年 那大打的话要死一半 那至少要撑个三年以上嘛 所以李毅的这一段话 就是说 中共解放军 连20天都撑不住 连小打都撑不住啦 他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 等于说 那个后续的影响会非常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好明姐刚看到美军事实上 现在也在备战 对我先谈 这一个华府智库学者 那刚刚谈到说 在NBC的这一个专访里头 去提到说 那中国犯台的这样的模式 非常有可能是来在这个美方来不及反应之下 那用这个空降闪电战的方式 那不用发动这一个两栖登陆的这一个作战 就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 那这一项说法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背后的目的 他主要因为像美国的社会 我觉得最主要是警示跟提醒说 这个中国犯台的这个意图跟野心 更重要是说这样的一个犯台的动作 非常可能对美国 还有包括全球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所以他这一套说法 我认为背后最重要的是政治上面 他当然希望 这个美国第一个不要再继续对 这一个中国 包括他有提到说 这个稀有矿物上面这些依赖等等 那也要强化全面来吓阻中国犯台这些动作 那这个是他的政治目的 不过如果就军事手段来讲 他的这个说法 我个人是不敢苟同 我认为也太过于违言耸听 那为什么这样讲 当然他中间有非常多的这个前提 那第一个 还有谈到说 共军会用这个大批数十架的直升机 直击一个小时之内渡过台海 然后直接降落在台湾的两个机场 那直取台北 那一个小时之内可能就完成 所以美军来不及反应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定 基本上是把台湾当无人倒 在这一个攻击 那当然他有讲到说 可能用轟6K或其他导弹 先袭击台湾 那把台湾可能反击的这些火力 把他全面清除掉 这当然是他的前提 不过我们知道 如果依照过去共军队来军演 其实导弹 也不是说打一批 能够把台湾这些防空也要反舰火力 那全面的摧毁 其实他会以数批 过去汉光兵推来讲 至少都有6批到7批 那这中间的过程 其实就要耗费可能 是几到20个小时 甚至一整天 怎么可能一个小时 就能够把台湾整个夺占下来 所以我说他这个想定 完全是如入无人之境 而且前提还要是在 譬如说这个整个台海 天气晴朗 那海向非常好情况之下 那整个台湾 已经没有任何反击的能力 才有可能 只是算直升机的航程 一个小时 那夺下台湾 那中间还有谈到说 这可能用这个先派遣 直接大批的 这个两栖登陆舰到台海 那在那里standby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有这个动作 怎么可能 第一个他没有发现 第二个美方会没有看见 因为其实不要说 到台海 你两栖登陆舰一出港 在港口 要进行汇集的时候 便利汇整 其实早就都会被 这一个抓到 那也会有预警 不可能说你大批的船舰在台海中线 然后完全没有人警觉 没有人发现 那更重要他中间讲说 可以用气垫船 那直接塑淡水合而上 那只取台北中枢 这个想定过去 其实台湾军方 当然也是有所防便 更何况我们要问 第一个 你的气垫船到底有几艘 那如果过去 他跟俄罗斯采购野牛级 其实也不过八艘 算500吨 上面最多 也只能搭载 大概140个士兵 兵源有这一个足够 这一个用来犯台之用 第二个 他就算他自己国造 最近造了很多的 726A 野马级 那其实上面只能搭载 80个士兵 这些零零种种 气垫船突击 不要说你今天 渡过台海 也牛级台湾 这本市 他大概500吨 也要看海向良好 否则一定翻船 那你今天说 进入到台北 这一个淡水河口 其实过去 其实当然我们也有相关的河防 都不能直接对外讲太多 你今天气垫船 能够进到这里 已经算幸运 进去淡水河过程中 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攻击 或者是阻拦 撞到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都不得而知 那空中的直升机 更不要讲 这过去也是他的这个剧本之一 所以共军过去 这个组建了非常多的空中突击旅 他企图运用 不管是这武装攻击直升机 配合运输直升机 那用这个快速 如同这个华府智库学者讲的 一个小时之内 就想要这个直接降落台湾 那来进行夺台的动作 那直升机 我们知道他直8跟直18 你去算一算有几架 给你最多200架 一个上面 加上面最多搭载30到40个 全副武装的士兵 算一算有多少人 其实都算得出来 所以最重要的重点 当然还是来自于海上 海上才有办法运送 他的这个攻台的主力 他的企图当然是希望拿下台湾的 这些港口 然后进行这个所谓行政下载 最近英国媒体讲说 如果这个共军动员 这包含像民用商用的货装滚轮 10天之内可以运算30万的士兵 同样这是假设在 送到无人岛上面的状况 才有可能发生 一艘这个民用滚轮 最多给你搭载1000个 那如果今天075 比较新型的两栖突击舰 上面可以搭载1600个 那旧型的071 那最多就是800名的士兵 其实这些数字去算一算 他能够运送多少人 然后他讲说 英媒是讲说10天 30万人 那是完全没有受到 阻碍的情况之下 或许办得到 但是今天整个台海 10天之后的情况 当然不是 国际都没有反应 台湾也没有任何的防备 所以这样的一个想定 我们强调说 华府智库他非常重视 台海的安全不断的呼吁 不过这样的一个 作战的模式 其实过去共军 本来就强调速战夺台 所以你看过去很多 共军退降不断 这个声称72小时 48小时可以拿下台湾 那现在华府智库学者说 一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太过于夸大 那这个说法 我觉得你今天如果对比 特别是他对俄乌战争 也非常了解 虽然他成功预测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 不过俄乌战争之后 这样的一个剧本 其实对北京来讲 应该早就幻灭 因为看到当时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过程中 本来也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夺取基辅 不过我们看他同样派这个空降兵军 那只取这一个基辅附近的这些机场 就如同这样剧本里面说 要派这一个直升机突击旅 直接降落在松山机场 这样的一个剧本 过去事实证明 这俄罗斯的空降兵军 全被被无军殲灭在机场 同时他地面上的这一个坦克大军进去 因为地形不熟悉 也到处这个被伏击 所以导致最后俄军在这个北面战线 从基辅全面撤军 换句话说 这样剧本其实已经实际在战场验证过 是完全不可行的 所以这样的说法 我们认为提醒美国社会重视台海安全 但无可厚非 但是也不要过于为言耸听 那如果对台海战争的剧本 我觉得值得参考的 还是华府智库CSIS 他模棱非常多的这些演练 中间提到不管如何 美军有没有介入 日本有没有介入 来不及反应 其实台湾都有一定的防备能力 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都可以看到 我们为什么讲到这几天 共军必须去看美飞肩并肩 在这个离台湾只有140公里的 三个小岛上面的演练 因为当时美军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他已经派员先岛上去 勘察地形过 所以他用什么样的装备 准备登岛在这里进行演练 那卫星征照也都做了 但实际的装备运上去 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你看他同样用黑鹰 用这一个CH4拐 用V22 结果飞到那里 你发现V22是弱不下来的 同样的 这一个场景你放在台湾 这么大的岛屿 有这么多的防备的情况之下 共军如果真的能够一个小时拿下台湾 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台湾第一个 社会90%都已经倒向中国 还有台湾的政府90%都已经被中国渗透 那里应外合情况之下 才有可能让这样的剧本发生 这也就是过去 所谓的克里米亚半岛的模式 所以这个部分 对台内部的政治渗透跟奋化 其实才是中共夺台真正的重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好创下 刚刚看到的是NBC 昨天晚上最新的专题 半岛 这里头说的是 中国只要侵犯台湾的话 那美国跟台湾都会面对超级灾难 刚刚那个在访问里面的那个专家 是美国智库的学者 他的名字叫做阿尔佩洛维奇 那为什么特别访问他呢 是因为他是在整个普丁要入侵乌克兰之前 就非常精准的判断 普丁一定会入侵乌克兰 跟当时很多人认为说不会 那个是完全看到了不一样的点 而且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世界岌岌可为 里面最主要核心观念就是认为 习近平是听不懂大家讲的话 不管是美国 不管是日本 全世界都讲说台海假如发生战争 就是一场灾难 然后一定要嚇阻习近平 可是呢 他会认为说 整个他的判断里面 习近平呢 还是想到有没有机会 继续有机会 直接入侵台湾 抢掉台积电 抢掉所有 所以他这里面的预判是说 现在从俄乌战争里面来比较的话呢 习近平大概呢不会在发动台湾的时候 给美国有准备的时间 会是一个触步及防的闪电战 而这闪电战的方法会是 现在他们大量的整个民船 就把它被征用了 到时候呢 最近的时候在台海这边 军舰那边的骚扰是什么 24海里到12海里 到时候是大量的民船 集中在这个24和12海里 这又叫做国际水域 那你呢 就变成你很尴尬 然后很尴尬里面呢 这些民船 藏了数十万解放军的士兵 坦克车 军事物资 装甲车 然后呢 同时的时候 突然大量的轰6K轰炸机 大量的飞越台海中线 一方面是保护这些船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开始袭击台湾的雷达设施 海军基地 海军设施 通讯节点 让台湾整个通讯链和指挥链 一时之间断掉 然后呢 大量的武装直升机 武装运输区 运送整个解放军的特种部队 占领桃园国际机场 或者是清泉钢机场 然后野牛野马气电船 带着他们特种部队 就从淡水河巴里那边上来 上来之后顺流直上 直接台北斩首 他说这样的状况之下 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造成台湾严重的伤害 而美军来不及 所以美军来不及 所以他的结论还是说 你要去思考到 这种最极端的状况 所以你美军呢 要做好准备 所以你美军如果来不及 这个状况的话 那你美军是不是提前要因应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与其要等到那个时候 不如你美军早点来 然后另外一个 竟然如此 整个台海假如发生战争 他还认为说 要告诉习近平 这是一场灾难 对经济上的损失很大 跟麦卡尔的说法一样 但是美国要提前做因应 这提前因应是 让习近平先前就感到经济的痛 所以美国也要断奶 美国要断什么奶呢 就是很多重要的矿物 太阳人板 美国现在就要下定决心 取消掉对中国的依赖 彻底把它砍掉之后 这样子才有办法 让习近平知道 你的经济会受到重大损伤 是真的 而且美国是完真的 美国必须要做出 这样明确的状况 另外一个 我们前面有讲过 包四可特别写了文章 在国会上中报 那就是要给美国国会议员 好好去思考清楚的是 法府要更明确的告诉中国说 你只要攻击台湾 你就是要打算中美开战 就已经不是台湾的问题 或什么 你要非常的明确 告诉你说要保卫这个 然后他里面也去分析到 现在习近平还有解放军 在台湾做这些封锁的状况 可能是养工 养是养装的状 养工 他很可能是在造成你的习惯 或灰色地带之后 然后呢 训练不及掩耳的金马鹏 他可能就攻击你了 可能就造成一个战争的状态 也是在提醒的 就是这些战争状况 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在讲这个 整个台海这个战争 因为习近平听不懂全世界 在讲的苦口苦心的话 所以呢 麦考尔特别在台湾这边讲的是 台湾需要的 美军要提供的是海参资产 是水雷 是潜水艇 是火炮 是更好的雷达 或者是火力更强的火箭 就在海上 不要让他登陆 就把他殲灭 然后这样的担心 连日本都是 日本呢 2024年防卫白皮书 草稿已经出来了 草稿里面的核心还是 国际上对于台海情势的升高 越来越焦虑 这里面的焦虑里面提到了一个核心重点 跟麦考尔有所呼应 就是台海两岸的军事失衡状况 还是越来越偏向中国 台湾这边的武力防备 特别是像海上的防备 是需要加强 不然这种失衡都会造成是全世界的一场灾难 好创下这个NVIDIA昨天晚上股价在创历史新高 但是黄仁勋仍在台湾啪啪走 很多网友捕获野生的黄仁勋 而且媒体追踪说呢 他很有可能跟赖清德见面 讨论一个台湾的主权AI的相关案子 基本上是因为呢 我们电脑展呢即将开始 但是黄仁勋呢 这一次特别提前来 而特别提前来之后 又在台湾这边松山区南京东路那附近啪啪啪走 所以黄仁勋美食图鉴 12家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呢都专程的 跑到那个美食图鉴 希望不其然而遇 跟黄仁勋拍个照 但是呢 大家更关切的是 他来到台湾了 而且黄仁勋很好认哦 因为他那个白头发 随便他逛哪里 旁边的人都会认出他 大家都很容易 而且确实我们也看到一些同业 也跟他 他也很友善 要跟他合照 他都愿意跟你合照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关切了 那整个任内里面在就职之前就说 要打造台湾成为AI岛 新的书发部长也说 要把台湾打造成AI岛 那黄仁勋这个AI的强人 AI的超级教父 会不会跟赖清德见面 前几天呢 正常黄仁勋到现在来到台湾的时候 传说他已经跟张中谋见过面了 跟刘洋伟洪海的见过面了 也跟那个整个魏哲嘉见过面了 但是到底赖清德有没有呢 目前呢大家都在追 然后总统府是说 目前没有 黄仁勋那边呢 是没有回答任何媒体的一个询问 然后恨至于开始在这媒体经验里面 在盯着是 会不会在电脑展上面 不其然而遇 那这不其然而遇之后 接下来更关切的一件事情是 黄仁勋呢 整个回答呢 已经在内湖那边 出一个AI的创新科技中心 已经放在那边了 那现在第二家 会不会台北有一个 北台湾有一个 南台湾有一个 大家都在追 会不会在高雄 因为呢他在高雄的软体园区里面 有一栋红海大楼 然后去年的时候 已经做了一个新的超级电脑 而且目前从经济部那边的官员传出来 取名就叫台北万 那会不会把这个台北万的 整个就是 你看他对台湾多么支持啊 这个超级电脑 会不会把一些 他的能量 计算力的能量 拿出来 变成是第二个AI中心 大家关切 而且今年的台湾的 因为整个台湾不只是晶片 还有AI的重要性 所以呢 整个电脑展里面呢 至少呢 有苏之锋 有那个英特尔的基辛格 然后有安某的全部都来 而且现在大家更关切的 在媒体圈在走的是 大家都要把台湾 协助成为AI岛 传出 是不是整个MD呢 也会在台湾设个研发中心 因为现在呢 整个财经界在传的是 6月7号 苏之锋会去台南的沙伦 那沙伦那边 也是有一大片的地 那会不会还给台湾 会有新的一个发展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